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看2023年的Question 1 但是和上一條片的分別就是 這一個就是五星星的示範 就是一個比較深的版本 兩條片希望大家可以去對比一下 什麼叫做一個OK 你拿到一個不錯的分數 的一個文章 和一個真的很厲害 你一看起來就會嘩嘩聲的文章 其實那個分別在哪裡呢? 除了用字上面 還有什麼分別呢? 簡單來說一下題目 2023年的Question 1 是一個描寫文 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正在申請一個pop up shop 在商場那裡 快閃的一個店 現在你填的一份申請表 申請表是很有趣的 要你寫三段文章 都不出奇的 其實現在如果你去申請一些獎學金 或者是一些政府的撥款 除了填一些個人資料的 一些基本的 form 之外 都可能要你寫一下東西 就是介紹一下自己 諸如此類 OK 好了 那你這篇文章 分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 你的company profile 其下你的公司背景 然後你要講出一個 你最好賣的一個 product 而最後就是 為什麼你想去申請一間pop up store 其下你會在那裡搞什麼 event 其下就是三個部分 好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公司背景 公司名就是題目設定了給你的 以及公司的性質 都是題目設定了給你的 這間是一間賣一個 環保概念的產品 的公司來的 好了 所以 我們都要去講一下自己 怎樣環保法 所以 首先 比起之前那篇 我想你看到不同了的 就是多了一些的形容詞 例如我們去形容自己 是一個 forward thinking 的 retailer 好前瞻性的 OK 不是 不是在想現在 OK 是在想將來 永遠都是在想將來的一個 零售商 OK 而 dedicated dedicated 我們上次都有用到的 但是這裡我們在用一個 phrase OK 用一個 participle phrase OK 去講我們這一間公司 是智力提供給客人 些什麼 OK provide是跟隨的 OK 就是一些可持續的 又環保的 有意識的一些產品 其實這個 conscious 不是說產品有 conscious OK 是說我們對環境有一個 conscious 有一個意識 OK OK 好了 上次用的是 founded OK 這裡用的是 inception 這樣 這個不正式是解釋成立的 OK 就是說我們出現 OK 我們介入了這個行業 OK 自這個18年 我們就 committed 我們承諾去減低些什麼 OK 這裡呢 Basic Grammar 101 OK 那就是當你學這個 gerund infinitive 的時候 記不記得有些 tool 是會跟ing 的 OK 那 committed 就是其中一個了 OK 他 committed to 他承諾去做些什麼 去減低這個環境的衝擊 就是不要那麼污染 Promoting green living OK 去推廣綠色生活 那我們的 catalog 這個都是新的字眼 在這裡 其實我們銷售的單張 OK 那就是我們的貨品 其實 那由什麼到什麼 from什麼 to什麼 那這個是一個 不錯的一個寫作手 句子的手法 OK 就是用range 就是一系列的 由什麼到什麼 由可解 可分解的一些的家居產品 去到有機的個人護理產品 OK 那真的 你好像 在看一個真實的公司簡介 這樣 是不是 OK 那這個也是 我們出去改卷的時候 其實 每一次改卷 改卷之前 都會開一次會 其實開會 就並不是去討論的 那就是那個主任 就會告訴你 這個就叫做 好高分 這個就777 OK 這個就555 或者這個是三分 OK 那他告訴我們 什麼為之高分 什麼為之低分 OK 那很多年 其實呢 都面對過不同的一些主任 那他們其實不約而同 都是去講 就是怎樣為之 一個777 OK 就是滿分的作文 就是你想回你現實世界的時候 你去看一些可能是公司的catalog 公司的profile 你是不是都會看到同樣的具色呢 或者同樣的concept呢 如果是的話 就是說這個學生的世界觀 這個學生的knowledge 就真是很authentic 真是很象徵 OK 那這個就值滿分了 這樣 OK 好了 那這些產品不單止 他不單止用一些很 真是 現在 如果是一些環保公司 他們做的產品 他們用的東西都是這樣 OK 而再加多一句 就是這些全部的sourced 就是全部在哪裡搜集回來的 OK 我們的公司的marketing 在哪裡找這些貨回來的 全部都是由一些ethical suppliers OK 那這個字呢 都是近年 你經常都會見到的一個字 OK 講一些的可持續發展 或者是一些環保的產品 都會牽涉到這個字的ethical 一些道德上的 OK 即是不會謀取暴利的 OK 不會刻意去扣減一些工人的工資 OK 那這些叫fair trade 公平貿易 是嗎 OK 那這些supplier 這些一些供應商 他們都是以這個地球為先的 prioritize 以地球為先 prioritize 即是你將什麼 放在最第一位 好 so with a strong on-line presence and a growing community of equal aware individuals OK 那麼呢 我們的網上的這個 presence 就是我們在網上的一些佔有 或者網上的一些出現 是strong的 就是呢 簡單來說 就是說有很多網上的一些 一些的coverage 就是在網上做很多宣傳 其實也都呢 就是越來越多一些 一些eco aware的individuals 就是呢 對環保呢 有概念的一些人 OK 越來越多了 有一個growing community OK 就是這個社區 這個群體 越來越增長得多了 所以我們公司呢 is at the forefront of eco friendly movements OK 我們公司呢 就站在最前了 那麼就首尾呼應了 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 自己是forward thinking 因為我們是 站在最前 at the forefront of OK 那麼 以前小學呢 就學in front of 對不對 那麼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 將它升華一下 好 最後這一句呢 是phrase加clause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首先用ensuring OK ensuring 這個是一個phrase 這個是延伸 由這一句句子 OK spend a smart is OK 這個簡單句子 證明了 OK ensure Sorry 不是證明 就是去確保 在說這一間公司 確保什麼呢 that後面就是一個clause every purchase support a healthier more sustainable world for future generations OK 每一個在我們的購買呢 都是支持著一個更加健康 更加可持續的一個世界 比將來的一些下一代 OK 哇 是不是寫得真是非常之工整 非常之圓滿呢 OK 這一種的寫法呢 才真是頂瓜瓜 OK 那你說和上一條片 OK 那個的開場白 就是那個company profile 其實你拼一拼 OK 上一個不是寫得不好的 OK 但是呢 這個就是寫東西的功力 OK 就是說究竟我 表達得足不足夠呢 是否仔細呢 OK 你看到字數都很明顯不同 OK 上一條片和這個company profile 其實字數差不多差了一倍 OK 就是因為呢 其實你要寫到這麽上下的描寫 那你當然 你就當然要有這麽上下的字數啦 好啦 跟著呢 就講到你的best selling product 就是你最好賣的那個產品 其實跟上一篇呢 都是一樣 都是講一個水壺 那都是那句 就是記住呢 不需要去特意想一些 哇 那些很特別的產品呢 都是那個例子 就是不要說太陽能電筒那些 那些東西了 OK 其實你很簡單 OK 去想一個很簡單的 那些daily life的object呢 其實是已經OK的 那那個高低其實是在後面 這個位置 你怎樣去形容這個水樽呢 怎樣去講這個環保水樽呢 這一下你做得好的話呢 其實你已經贏了好多人 OK 好了 A hit among our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customers OK 那這個是一個hit來的 就是 很簡單去講了 就是很受歡迎的產品 在我們這些環保概念意識很高的 一些的顧客當中 簡直是一個hit來的 OK 那不用in 不用for 用這個字amont amont 這個字都不是 整天都會見到學生懂得用 那所以呢 如果想到高分的同學呢 都應該去用多些少 當我們說 在我們的當中 在我們 在我們裡面 其實呢 就可以用amont這個字 好 一百個percent 循環再造的materials OK 這個就是 我們的環保的賣點 好了 這個durable and stylish water bottle 旗下 這個呢 有不同的形容詞 我們在形容的這個水樽 是 durable的 即是內用的 又有型的 還有些什麼 這裡呢 其實一句裡面 已經有不同的資料給到你 那這個呢 才是好的東西 同學生常覺得 我要延伸句子的意思呢 就是把一些的 simple ideas 即是 用可以十個字 講完的東西 用三十個字去講 那就叫厲害了 你看到這裡的延伸句子 其實不是這樣的 每一句句子 其實都是給你新的資料 一句句子裡面 也裝載著很多的資訊 除了用形容詞 我也去講出它的特點 原來這個水樽 是有一個filtration system 即是可以過濾的 OK 那保證到什麼 又見到ensuring這個字 保證到 就算你on the go 即是說你出門 traveling的時候 這個呢 大家都可以學一下 OK 好了 它的sleek design 這個是很光滑的意思 很光滑的一個設計 方便 have made it a favorite for both outdoor enthusiasts and urban commuters Enthusiast這個字 我想不陌生的 很多同學 都在不同的補習社 或者是老師 都會教的 OK 想說多一點翻譯 這個字 commuters commuters 其實是traveler的意思 但是呢 這個字 我們主要是講一些 上班上學 會坐交通工具 公共交通工具的人 我們就叫做commuters 而commute 這個字 即是沒有了rs 沒有了rs 這個動詞 其實也都是解travel 而這個travel 亦都是解 就是你去一些 用公共交通工具 來上班 上學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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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程 就叫commute 所以 不是每次travel 都可以用commute 來取代 OK 好了 然後用not only but also 這個大家相信都很熟 這個水樽不單止幫助 help reduce single-use plastic waste OK 幫助呢 就是減低一些 用原積器的膠 的廢料 的廢物 OK 也都 stands as a symbol of our customers' commitment to sustainability and their active role i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你看到 用著不同的字眼 OK 一路我們都是講環保 除了environment 這個字 這裡 其實 一開始我們用了conscious 這個字眼 OK 然後這裡講到保育 即是環保 講簡單一點 OK 我們就用conservation 這個字 OK 所以 所以 在同一段裡面 OK 縱使我們有一些字 難以避免 你都需要去重複 例如environment 這個字 你說環保 其實environmental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OK 這些字眼 相信真的是避無可避 OK 因為 你說得環保 也是在說這個字 對吧 你最多都是將它變成green living 這樣而已 但是在它扭著的一些字眼 其實你可不可以做到一些變化呢 OK 這個也是顯示到學生對字方面的功力 好了 而最後一段了 就是講到 你想租一個pop-up store 用來做什麼事 OK 為什麼要做一個pop-up store 這裡我們就去到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in-store events OK 好 上次那一篇簡單版 其實跟這個概念 都是一模一樣的 OK 其實 之後你見到我出的片 我們會講很多不同的 past paper 的 topic 這個系列 其實都會這樣做 一個淺的一個深的 但是 其實主軸的內容是不便 OK 就是想去給你看到 就是寫同一樣東西 其實是可以有不同的功力 不同的技巧 好 其實是令到你拿不同的分數 OK 所以 這裡其實我們都是講的 我們會 host 一個叫green living workshop OK 在這個pop-up shop那裡 這個 event 是會怎樣的 這裡開始用一些 future tense OK 因為我們在說的是 我們在說的是 我們在說的是 在這個pop-up shop 在這個pop-up shop 會做到什麼 OK 好了 這個 event會 feature 這裡用一個動詞 feature 即是 特點是什麼 OK 特點是什麼 interactive session 有互動的 是關於什麼 關於可持續的生活 OK 包括什麼 什麼叫做sustainable living 原來就是 How to reduce waste at home Composting techniques OK 即是將一些東西分解 OK 家裡也可以做到一些分解 OK 那怎樣做呢 Creating DIY eco-friendly cleaning products OK 一些自己製造的 OK 一些清洗的產品 OK 其實這個也是真相來的 即是 很多不同的一些網上的workshop 譬如之前很流行的 就是做一些手工简 OK 那都是類似的concept 都是開頭的那句 就是你能不能夠將你平時日常生活 看到啦 學到啦 聽到的東西 OK 擺在一起 那這個就是作文 OK 好了 那跟上次一樣 都是說的 就是有免費的東西 OK 有免費的東西 他們會receive一個 free的eco starter kit 那裡面包括了些什麼呢 OK 就是我們一些 popular的產品的samples OK 然後還有 上次 就不單止是上次這一個的描述 再多一點點東西 OK 一個booklet of tips for living green OK 就是有一些的書行 有一些的小冊子 OK 教大家怎樣可以環保一點 好了 這個小總結 都不是小 就是一個全篇的一個總結 就是這個workshop Aims to educate and inspire 一路去echo我們整個公司的理念 就是給一些實際的solution 給一些可行的解決方式給你 去做好你的sustainable lifestyle OK 去做到可持續的 可持續的 OK 可持續的 那這裡 第九這一個 其實也是一個挺高階的 一個寫作手法 來的 我們用著一個phrase 再加 conjunction OK 這裡其實offering 和show casing 都是用著一個participal phrase 都是用著ing的 它們都不是完整句子 來的 因為完整句子在這裡 OK 完整句子在這裡 就是個workshop Aims to做什麼 這裡已經是個sv了 OK 然後 我們再去講多些 這個workshop 給你什麼 OK 怎樣為止有education 有inspiration OK 就是又教育到你 又啟發到你 就是教育你的 就是我們呢 會有一些practical的solution給你 OK inspire到你的 就是effectiveness and value of our product 就是我們產品的一些效能 以及我們產品的一些價值 在哪裡呢 OK 從而去inspire你 OK 好了 這一個就是所謂高階的作品層次 就是這樣 其實最主要 我們在做的是什麼呢 OK 在做的就是 showing 和telling 的分別 OK 這裡呢 這條片呢 最後的部分 就是 我們怎樣由tell 變成show 這兩個字有什麼分別呢 tell 和show 如果你是 記得呢 就是很小很小的時候 就是你還在讀BB班 幼稚園的時候呢 有一個在幼稚園裡面呢 很常的一個活動呢 就叫做show and tell OK 那麼很多幼稚園呢 都會呢 就是要學生呢 就是去嘗試做這件事 那就是一個呢 簡單的一個個人短講 可能是拿家裡的一張照片 家人呢 那就介紹爸爸媽媽 或者你的家人 又或者你最喜歡的玩具 那其實這兩個字 有些不同的 OK show 是 給一件事出來給你看 OK 就是當時你 記得你玩過這個活動的話呢 就是 你會拿著你真是那隻公仔 拿著真是那隻啤啤紅 或者你拿著真是那一張照片 然後你去tell 就是靠口去說 OK 所以tell是簡單的 其實你只是告訴我 這張照片就是 我生日的時候 爸爸媽媽跟我一起慶祝生日 OK 那這個就是tell 但是你show呢 你是真的show了一張照片 有個蛋糕 有個背景 有個爸爸媽媽 是不是 很多很多 很豐富的資料 所以我想你們做到的 或者DSE要求你去 拿到高分的 升低的 OK 就是將你的description 不再是就這樣做一個telling 這個就是telling OK 我們這間公司是一間零售公司 賣一些環保產品 OK 很簡單 就是告訴你我做什麼 OK 但是 剛剛你看到的 就是show給你看到 OK 我們是一個forward thinking OK 我們不是站在現在 我們一直在想著將來 OK 我們的產品是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OK 其實你說 那是不是多形容詞 簡單來說 是的 OK 最基本的一步就是 喂 那你去形容一件事 你去說一件事給我聽 你只要這樣說 那裏有個人 和那裏有個肥佬 還是那裏有個美女 那都已經很不同了 是吧 所以形容詞 一定是第一步的 OK 所以這裏最簡單 我們今天的小總結 就是 怎樣由tel 變成show OK 就是 你起碼 可不可以給我多少少少形容 給我 OK 不要只是說是一個reteller 是一個什麼的reteller OK 不要只是說賣 我們致力提供給客人些什麼 OK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即是拆開成為什麼 可持續的 又環保的 OK 這個就是the difference between telling and showing 那如果你能夠做到右手邊這個部分 那在Part A 其實你會拿很高分 OK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見到 就是一些高分一點的 一些Part A的Sample OK 你去下一屏局都可以自己下載 雖然它不會展示五星星的Sample 但是你可以看到Level 5 Level 5的那些都其實不只寫200字 OK 其實原因就是這樣 你要describe到一件事 你要描述到一件事 你要描述到一件事 其實你要記住 就是我並不能夠就這樣 就是說 那裡有一間店 我們是賣東西的 OK 不是這樣 我們怎樣賣呢 用什麼心情去賣呢 用什麼態度去賣呢 全部你都要寫出來 OK 好了 今次我們先到這裡 下一堂我們就講記序文了 下一堂我們就講記序文了 好